602的部分的话是扑克牌的总和 这个其实感觉上好像跟串列比较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你会发现 目录里面第六类的话 它基本上 它主要是考串列列的运作 里面包含就是一维、二维跟多维 OK,不过第602好像也没有用到 这一个 串列,一样可以把它做出结果来 里面的话 城市该如何撰写 第一个,当然我们这个里面他有提到就是 主要是52张的5张 他等于就是抽5张出来 然后把这个5张的结果给计算出来 它里面可能会有K、有Q、有J 然后还有A,总共只有这4张比较特别 这4张的话,就是遇到K的话 要把它转成13 然后Q的话转成12 J转成11 A转成1 其他的话 如果输入1到10那就不变 那就把每个,所以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他这个题目 5加10 再加K的话把它转成13 然后再加什么?再加3 再加1 最后total的话就是32 所以这个地方 城市该如何撰写 所以你会思考一下 输入的话总共输入5个 输出的话输出1个 而且这一题还好他没有要我们再把它改成智力盘数 不过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改成智力盘数?可以啊 但是 你不要写错了,写错的话反而扣分 OK,没事 没提到不要做好了 不要画蛇添足了 OK 所以基本上 所以被输入有5个东西 然后得到一个结果 诶,那城市该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 Input 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 输入5个 得到最后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大家参考一下我的 城市部分 所以呢 特别注意 我们要输入5次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 这个地方我把它print一下 那里面的话 假设了 我希望呢 他要我们输入什么 输入5 Enter 10 Enter 然后K 不是输入13,是输入K 输入K 然后他要 城市要自动把它转就对了 OK 然后再来3Enter 然后AEnter A要把它转成1就对了 Enter 就要把这些数字total加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 最后total是32 应该是没错 那首先的话你要 有一个 第一个 因为要输入5次 所以5次的话 那有固定范围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想到用 用for回圈 应该是固定范围 那我们可以for I Enter 有没有 可以1到5 1到6 OK 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0到5 也可以 0到5也可以 因为从0开始 只是有时候从0开始真的是 脑筋总是要转一下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倒不如用1 是比较直觉 OK 然后呢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 我们会在这个城市 撰写的部分的话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所以第一个的话 因为我需要加总 所以通常的话会在这个上面呢 增加一个变数叫Total 你不叫Total也可以啦 你叫ANS也可以啦 这个名称的话 可以自己决定 或者你要叫A也可以啦 这个名称 然后呢 等于0 所以这个初始词 第二个的话呢 for I Enrange 这个地方的话我给他一个5 那5的话你想说5 为什么前面少一个 如果是0开 我前面讲过0斗点的话 如果是0斗点 那其实可以省略 那如果你要跑5次的话 那刚好就0到4 所以刚好5停下来 如果你假设啦 你觉得这个不太习惯 老师你这样写 我有时候每次要转弯 想很久 那你又可以什么 写1斗点 到5 为止 6停下来 所以1到6 这样可不可以啦 OK 所以有的时候啦 如果你看 我的城市 你会有不习惯的地方 没关系 你可以写你自己习惯的写法 都可以 OK 考试的时候反正 他没有硬性规定说 你一定要怎么写 接下来的话就是什么 其实只有 4种情况要转 其他转 其他不用转 就是 K 跟 Q 跟 J 跟A 对不对 所以呢 其他的话就不转 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逻辑判断 上面的话就是先input input的话 去判断 不用转型 因为 我们要针对那个去判断的话 我们是用字串 去判断 因为 J Q K A 这些 它不是数字 所以你不能说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Evil 就完蛋了 OK 所以 input的话 input的一个文字 如果说里面的文字 假如是 Q的话 那我里面 增加一个变数就等于11 然后Q的话 N的话就等于12 K的话就等于13 A的话等于1 也就是说呢 只有 上面这四种状况 OK 需要帮我做转换 也就把 J 转成11 一之类推 反之的话呢 反之就是说呢 它不是这四个的话 那就直接帮我怎么样 关键地方来了 把输入的东西做转型 存到N里面去 OK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也就是当else else 0到10 1到10 没有0 1到10 那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它全部加 最后的话就是 Total等于什么 Total自己本身加上N 我习惯写Total加等于N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一样可以什么 把它改成Total 等于Total怎么样 加上N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啦 当然你Total加等于N 感觉比较简短 所以 一般习惯的 当然 会写一些 所以它一直跑 跑完之后的话 print出来的结果 那就是32 不过这一题你会发现 这题好像跟串列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它这个题目出的不好 这一题其实是可以 再来后面的话 可能 604 就可能跟串列比较有关系 所以604 待会看一下 604的话 就是种数了 这个种是 最大的那个 OK 这个种数的话 基本上 它这边有提到 它输入 10个整数 10个固定的 然后它抓出哪一个是最多的 比如输入这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哪个数字重复出现的次数最多 18 一次 两次 三次 有没有 所以 你这个种数的话就是18 也就把那个18抓出来 然后 并且 下面的话列出说 它出现的次数 所以 假如说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感觉 不是这一题这样 好像需不需要把它放在串列 其实不放串列其实也可以写得出来 但是如果放在串列 感觉会比较好处理 所以 第一步 我们可以先把它输入了10个数字 先放进那个一个串列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串列里面的资料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抓出来做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比对嘛 比对一下 看它 这个数字 有没有跟其他数字 有没有一样 一样的次数多少 OK 抓出哪一个 数字 出现的次数是最高的 这个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 试试看 把602先了解一下 待会再来看604 这个可以 来 来 能不能